哈喽大家好 现在呢是在湖南的弘扬 这里是弘扬火车站 现在已经是中午的11点钟了 我准备在弘扬火车站附近吃一个 母餐 看看这里的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是怎样的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个后面做的做了一个小女馆45块钱 环境就这样子吧 毕竟40多块钱你也别奢望有什么太好的环境 就是现在湖南这边一直都是阴雨绵绵 下的雨 而且天气特别的冷啊 所以他这里的湿气比较重 这个火车站附近吃饭的还是挺多的 有这个快餐炒菜 尤其是火车站这边的旅馆呀真的是非常的多 快餐 火锅之类的 当然火车站这边的也有很多高端的酒店啊 你看那边也是 火车站这边还是挺好的 这边有这个特产还有这个 大型的超市白货超市吧 就相对来说会比较亲民一点 前方就是衡阳站的 现在从衡阳下火车啊 都是需要48小时的核酸检测报告的 尤其是你是省外过来的省内的话好像只需要健康码吧 因为我是前一天坐了核酸检测报告的 所以没有多问 这边是衡阳的古王城 哇 现在下的雨好大呀 那边就是公家车站台 要不在这个附近随便找一家吃饭的吧 雨下太大了 我没有雨伞 这边是卖这个粉面的 还可以行李寄存 衡阳这边的卤粉和这个鱼粉非常的有名啊 刚刚在那边没有找到合适吃饭的 在火车站在这边去吃饭 赶紧走 雨下的好大 去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快餐 这边的旅馆也是挺多的 还有很多这种平价超市 这里是中国邮政银行 赶紧过去 这边住宿吃饭的也是挺多的呀 很多炒菜 太多了 住宿吃饭的 特别多 我就在这个附近随便找一下吧 我看到那边有一个 曼哈顿 包仔饭 要不去吃那一个看看 进来之后头发都湿了呀 点两个 一个是当地 比较有名的 一个卤粉吧 牛肉卤粉 还有一个麻婆豆腐 本来想吃那个宝贼饭的那个宝贼饭 随时院边都要二三十块钱一份啊 感觉太贵了 给大家看看这个 餐厅的旧床环境 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他这里的价格也是 明码标价的 好像是那个线炒的吧 给大家看看这里的价格 就点了这两个菜 一个是牛肉卤粉7块钱 麻婆豆腐是12块 他这里其他的一些菜都是 14 15 16左右 青椒炒蛋是14 西红柿炒蛋也是13 14 他这边主要是以粉面为主 价格都不是很贵 最便宜的 只有4块钱 贵的呢 也就 17 18 大部分都是15 比较清明的 这个 碗也是挺大气的 这么大一碗 然后这个是一个麻婆豆腐 看上去还行吧 现炒的 这个是牛肉卤粉 这个牛肉还是挺多的 看上去 先尝一下这个味道怎么样吧 先搅拌一下 牛肉的话 还是有很多块的 非常不错 感觉 麻婆豆腐 刚刚这个米饭的分量太大了 我感觉这次点的稍微有点失败 吃到米粉就足够了 这个麻婆豆腐也 夹到这个饭里面 麻婆豆腐 新鲜还是挺新鲜的 味道一般吧 搅拌了一下这个米粉和这个 饭啊 和这个豆腐 还是非常的入味的 这次点菜是真的稍微有点失败 这个也是比较 下饭的嘛 味道这个卤粉是没得说 这个份量还是挺大的 我感觉我完全已经吃不下去了 好刚刚的仪式在我后面那家餐厅 吃饱了 点了两个 菜吧 一个是 这边有名的卤粉 7块钱 感觉这个卤粉的价格真的是比较实贵啊 牛肉还是 有几块 还挺多的反正是 觉得还是非常不错 麻婆豆腐12块钱 价格中不中矩吧 反正不贵 但是那个味道来说稍微 可能欠缺一点火候 但是每个人的口味不一样吧 我不喜欢的口味并不一定代表别人不喜欢对不对 整体上来说了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意外的 反正我是去了这么多火车站吧我也没有看见过 这么划算的一个卤粉的 因为其他的一些面啊尤其是北方那些面啊 基本上都是七八块钱一碗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 让我感到很意外的 好这个视频呢就给大家拍到这里吧 现在外面又下起了很大的一个雨